大家好我是艾迪斯基森達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 Fiberry最火紅的碳纖維系列 而這個系列又分為 Carbon Carbon Classic Carbon Onyx 接下來我會以外觀 材質 吹奏感受 以及音色去做評論 那有興趣的話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材質的部分吧 那這三款竹片呢 都是以碳纖維作為它的基底材料 那很明顯可以看到Carbon Onyx跟另外兩款 在顏色上有很大的差別 這是因為在它的材料當中呢 添加比較多的素質 所以顏色和色澤會比較均勻 那在顏色方面呢 它會比較深一點 當我拿到Carbon Onyx第一印象會覺得它比另外兩款 塑膠感要來的重一點 這就會讓我有種感覺就是說它的 音色以及操控方面會不會輸另外兩款輸很多 但經過實測之後發現其實不會 甚至某些方面還比另外兩款竹片還來更有益 我們會在之後的實吹 那一部分為大家更詳細的解說 接下來在外觀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Carbon和Carbon Classic 它的外觀是有一種纖維狀的結構 那根據官方說法 他們是利用碳纖維一層一層慢慢合成對疊上去 最後再做一個角度以及形狀的加工 那這種纖維狀的結構 可以使它的 音色以及操控感 更貼近原本的 天然竹片 Carbon Onyx跟另外兩款相比之下 擁有更均勻的外觀 而製作工法呢就是一次性合成 在進行角度以及外觀的切削 而這種工法呢 就沒辦法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擁有纖維狀的結構 斜切面的角度有大致小分別為 Carbon Carbon Classic Carbon Onyx 那斜切面角度越大呢 代表它的薄度是越陡的 振動的面積是比較大 可能造成 音色比較亮 比較清脆 但是在某些音域呢可能會造成不穩定的線上發行 接下來我會選擇三款都是MS號數 與市售的二號一樣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看一下Carbon的實粹影片吧 這款主片是三款當中最亮也是最新吹的一款 但是由於它的厚度偏薄 所以在超高音的部分會造成有點不太穩定的線上發行 針對這個部分呢我會建議一開始需要適應一下這款主片 那接下來我們馬上來看一下Carbon Classic的實粹影片吧 那接下來我們馬上來看一下Carbon Classic的實粹影片吧 在吹奏Carbon Classic的時候可以明顯感覺到比Carbon還來的重吹 那在音色的亮度表現能力呢 稍微比較暗一點點 有點悶悶暗暗的感覺 但是音色擁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爆發力是十分的優異喔 接下來我們馬上來看一下Carbon Classic的實粹影片喔 接下來我們馬上來看一下Carbon Classic的實粹影片喔 Curban Onix這款竹片比Carbon Classic還來的更加亮好 而音色方面呢比Carbon Classic還來的亮一點點 但十分令人意外的 它的音色厚度沒有減少太多 所以這也造就了它在音色爆發力以及音色表現能力有十分優異的表現 雖然這款竹片沒有纖維狀的結構 但是卻擁有絕佳的吹奏感以及音色表現能力 其實我一開始並不是那麼看好這款竹片 但是經過十歲之後 讓我十分的驚豔 實測下來的結果我覺得三款都有它各自的測色 在音色以及脆弱感都不太相同 各有各的優缺點 所以我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 在音色平均性由於Carbon Onis比Carbon Classic 順暢度來的好 所以Carbon Onis是第一名 那第二名是Carbon Classic 那由於Carbon在超高音部分不太穩定所以 它則是最後一名 在輕垂度方面呢 第一名則是Carbon 那第二名由於Carbon Onis的順暢度比Carbon Classic 來的良好 所以第二名則是Carbon Onis 那第三名則是Carbon Classic 在音色亮度方面 第一名則是Carbon 第二名則是比Carbon Classic還要來的亮一點的Carbon Onis 第三名則是Carbon Classic 在音色厚度方面 第一名則是Carbon Classic 那第二名則是比Carbon Classic還要來的薄一點的Carbon Onis 最後則是Carbon 最後為大家總結三個 Fibery Carbon 碳线的竹片系列的三個優缺點 首先是優點部分 1 Fibery的竹片品質一向是十分的穩定 並不會像一般天然的竹片 使用久之後 會造成竹片的前緣有波浪的問題 二 合成竹片的壽命比天然竹片的壽命還來的長很多 以我個人經驗 每一片至少可以平均使用一年以上 有的甚至可以使用到兩年以上 由於這系列竹片的特殊結構 讓吹奏者在吹奏感上 能與天然竹片十分相似 在天然竹片和合成竹片的轉換過程中 能夠減少適應期的發生 所以想要轉換竹片使用的朋友 其實也不用害怕適應的問題 而且探險的竹片可以長期使用 相較於需要長達更換的天然竹片 CP值更高 接下來我統整一下可能會造成大家困擾的地方 第一呢 這三款竹片是設計給開口較大的吹嘴 那如果你是使用開口較小的吹嘴 例如Selmer的S90系列 YAMAHA 41系列等 如果你使用上述兩種吹嘴做演奏的話呢 可能就沒辦法吹得那麼的順暢囉 第二 許多朋友們第一次接觸到合成竹片 覺得一片的竹片就要利用破千的價格去購入 難以下手 但其實一般竹片 短期就要更換 而且一盒裡面會有品質不一樣的情況 這樣換算下來 合成竹片 CP值遠遠高於一般竹片 好啦今天我們的Fibery Carbon 碳纖維主編系列開箱實測就到這邊啦 之後我們陸續也會介紹其他的Fibery系列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囉 另外如果各位有想要看的實測開箱 或者是其他主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盡我們所能為大家解剖 之後我們會發佈關於約系代表事 有興趣的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 記得訂閱我們並且開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訊息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